张义德怒鞭独幽之后 和大哥玄德二哥云长 扬鞭策马出城而去 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 扣奔戴州刘徽去了 刘徽一见玄德乃汉室亲 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 单说这位独幽 独幽被打的是皮开肉战 已经昏过去了 等他环形过来的时候 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 跑回几个里 急忙把那些看热闹的百姓 给驱赶开 这才把独幽给救下来 哎呀 独幽强大精神睁开双眼 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 大人您想他呀 啊不我怕他再来 给我抓抓抓住他呀 那上哪儿抓去呀 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 大人咱是回定州啊 还是在安息县这儿待的呀 独幽一听哪儿也不待了 赶快回朝啊 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 他回去咱们一说呀 张让只说了一句话 说话影图形 捉拿这三人就是了 完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干净朝里边 这些日子正乱着呢 灵帝现在身染重病 卧床不起呀 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 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 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 这事就乱得这上 哎呦 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 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 一方面呢 是以和后和大国就和进为一派 那一派呢 是以董后 还有那个阿富张让为一派 这两派是勾心斗角 抢权争士 这皇上要死了 不得立个新军吗 这两派呀 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 攥到自己手里 手里算个皇上就不得了了 那当然了 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奇呢 何况有个皇上 所以这两派呀 近日来都很紧张 尤其是这张让 这几天忙的 他是茶饭懒宴 坐卧不安啊 经常出入董太后的长寿宫 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 那么这新军 到底立谁呀 这灵帝呀 有俩儿子 一个是和后所生 叫刘便 一个是灵帝 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 所生叫刘邪 灵帝特别喜爱刘邪这小孩 和后嫉妒为这事用毒药 把的王美人给要死了 现在这刘邪就在长乐宫 他奶奶那儿 董太后那儿抚养着 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 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塔前 跟张让商量 阿父 寡人 我想立刘邪为太子 继承大统 不知道 阿父 你意下如何 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 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 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邪 真要是刘邪登基坐殿 那么这些朝政大权 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 万岁 你想得太好了 可有一样 你想要离太子刘邪 得先办一件事情 灵帝就问他 我得办个什么事 您得先把和皇后的哥哥 大国就千岁和静 杀了 不然的话 酒后 必成大患 那当然了 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 立了别人了 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 嗯 灵帝点了点头 阿父 你先退下 容赈思之 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 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 也不怎么走漏风声 何进知道了 他当即派袁绍原本出 率领五千玉林军兵 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 灵帝正在病榻上 一听这个消息 大心里忘卖这么一着急呀 当时就驾崩 皇帝死叫崩 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墓前立了太子变 登基继位 那么和后呢 就是皇太后了 这位大国舅和郡 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 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 兄妹两个人 这权势是越来越大 杜龙太后心中十分不悦 就把张让给搅到了自己的常乐宫 就跟张让商量 说何进兄妹 他们是什么出身 乃屠姑小人 是哀家我和你们 把他给抬举起来的 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 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 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俗 如此飞扬跋扈 哀家我该怎么办 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 太后千岁 这您何必忧虑 天子年幼 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 您可以去垂帘听政 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 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交给我们去办 张让这是很明显了 他要权 你得把权力给我 我帮着你一点一点 咱把这权再弄回来 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 从此啊 天子流变 一临朝 董太后就垂帘听政 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 古代啊 男女有别 作为一个皇太后 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 商令国家大事 那怎么办呢 皇上不是在前边吗 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 往里边那一坐 这就叫垂帘听政 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 首先加封流邪为陈流王 合着张让又参了政 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 全都揽过去 他敢能秘密派人 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 跟何进商量这事怎么办 何进怎么一听说 太后你不用着急 我告诉文武群臣 一起上门 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 什么理由呢 就说他出身翻飞 不宜在宫中酒居 搭回老家去得了 何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 让他在那一待 不是就完了吗 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 就把董太后给贬了 把他贬回河街 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 董太后得了个报病死了 真得报病死的呀 不是 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镇酒 把董太后给镇死 什么叫镇酒啊 有这么一种鸟啊 叫镇鸟 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 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刨制酒 就把那鸟拿下一根里搁那酒里涮涮 人要喝了就得蹊跷流血 立即死亡 何进震死了董太后 张让知道了 他就把风放出来 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震死了 这一传十十传百 整个的京师都知道了 何进就受不了了 他要把张让给杀了 张让的权势很大 何进呢 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 何太后一听啊 不同意这么做 你别忘了 咱们是什么出身 咱们是屠股小人 杀猪的 咱这荣华富贵哪来的 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 咱哪能把人家杀了 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 嗯 何进一听 太后说的有礼 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 爷进他的府门 哎呦 他府里就有好多人都在这等着他呢 这些文武大臣啊 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 大家来问他 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 何进摇了摇头 太后不同意这么做 说这些人杀不得 诸位大人 你们看 该如何是好呢 何进的话音还没落 司令校为袁绍 袁绍原本初站起来 袁绍这人可了不得 他是上宫太父袁奎的侄 祖君辱南辱阳人 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 袁氏当时人称为四氏三宫之家 怎么个四氏三宫 这三宫在汉朝那是最高的官职了 就是太尉司徒司空 何将军 末将有一计不知当将不当将 本初有话 请讲当面 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 那您可以假借一刀诏书 招来天下英雄好汉 齐聚精师 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织 免称后患 嗯 何进点了点头 本初之言甚善 正何无意啊 我想招来一两次时 杜勇卓到京师来 何进的话影还没落油旁边 急忙站起来了老主不沉临 他被守这么一百何将军 万万失不得呀 古人远眼目而谱 艳巧失自欺也 奔出之言荒谬 您可不能听他 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 他们各怀一心 不单不能成事 反生大乱 老主不沉临的话还没说完 旁边有人鼓掌大笑 主不直言 乃金石言 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 何将军 你是道持干戈 受人以柄 功弊不成啊 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 董卓身为西梁四十桶 雄兵二十万早有不辰之心 董卓 豺狼也万万招踏不得 啊 何进 手脸胡须举目 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 灌带奇都欲 此人姓曹 明操子 孟德 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 黑眉细目 白面长须 曹卓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 怎么个不错呢 确实董卓有野心 董卓呀 身无寸功 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梁刺史了呢 这刺史在汉朝时候了不得 地方格局有很大的军权呢 他这个刺史啊 纯粹是花钱买的 用钱运动了十长市 走十长市的门子 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 看来这行贿受贿 误国呀 这个曹卓如实的告诉了何进 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何进把手摆了摆 冷笑了一声 上下打零了打零曹孟德 如小贝安之朝廷之大事乎 你懂什么呀 随后他又看了看 陈林和这帮文武大臣 你们都是辱夫小儿之见 不足于谋啊 武艺已定 我与本处英雄所见略同 在本处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的时候 我已经密发诏书 去情东卓了 他 即刻变道经师 梦德听着这儿离席而去 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 哎 乱天下者 何进 何进在这儿商量着杀张让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 张让已经知道了 他赶忙把时长事找到了一块 二说你们知道不知道 何进要下毒手了 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 要和我们作对 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啊 咱们这么办得了 假计他妹妹何太后的一旨 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 见贼子何进乱刃分尸 你们看如何 时长事一听 此季甚妙 当即派人去找何进 何进一听说 他妹妹找他 立刻更衣上马 刚要走 让袁绍和曹绍给拦住了 大将军去不得呀 现在是什么时候 张让老泽诡计多端 恐怕此去凶多吉少 嗯 何进听着这儿把嘴 你别 你们太多虑了 进战黄尾掌兵权龙香虎步高下在心了 几个小小混棍能耐我何 说话 说话他上马走了 且慢 袁绍上前一步抓住江省 大江军一定要去 我原本愿保驾亲王 孟德一听我也愿望 好 帅领五百名军校抱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 走在常乐宫宫门这儿 黄门关不让原本出贺曹孟德进去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太后千岁召见大将军何进 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怎么办 你们得在门外这儿挡着 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常乐宫前等候 何进一个人挎着剑高挺胸膛 大步走进了宫门 他刚一进宫门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 双门紧闭 啊 何进心里边一愣 这怎么把门关上 他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 只见尤打加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 手持利剑 他一看不是旁人 正是张让 张让是满脸杀气啊 用手指着何进 何进 责 责呀 贼 我把你这同姑小儿 网恩负义的东西 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 才享尽人间的富贵 你反倒恩奖仇报要加害于我 制造流言蜚语 恶毒中伤 说我为官不正贪丧妄法 你干净吗 你干净 你用震灸震死了董太后 如今是天人共愤啊 我要替太后报仇 何进一看不好 他扭向回头夺门想跑 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望起这么一举一晃 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啊 启启咔嚓 手起刀落 就把何进给杀了 这时候宫门外边站着的原本出一听 嗯 这声音不对 他大喊一声 将军转回 他让何进回去 张让冷笑一声 好 他不是在讨他们大将军吗 来 把人头给他扔出去 咔嚓一刀 把何进的手机砍下来了 张让朝这宫门外边喊 秘贼何进 有篡位谋朝之心 金已被诛 你们接着他的手机 咚 把脑袋打里边就扔出来 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 哎呀 将军啊 你不听本出之言 才落得个失手异处 来呀 杀进宫中 给何进将军报仇血恨 啥呀 一切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 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 是封太监就杀 遇换官就斩呢 有的呀 不是换官 就因为没有胡子也给宰了 赵忠城狂下运郭胜 全都被剁为肉酱了 张让一看大师不好 他赶忙带着人 劫持着天子和陈流亡 尤打宫门的后边跑了 原本出和孟德一看 天子不见了可急坏了 随后边率队是紧紧追赶的 正追着呢 张让就看远处里 惊奇招展 袖带飘扬 紧跟着就听 倒倒告 跑别天啊 站骨香爆豆一样 骨 骨号奇名 这怎么回事啊 张让手打凉彭 这么一看 坏了 直接さ 少人马飞驰而来 是亏名假亮 刀枪跃眼 喊沙震天 迎面一杆大道奇 迎风漂白 蓝地金字红飞火样 下边那小串铃迎风这么一吹 特别的悦耳 看上着横梳几个大字 西梁四史 正中间一个斗大的斗子 仗让一看完了 前有兵将堵截 后有追兵来赶 我们是上天无路 路地无门了 天觉让一 他惨叫一声扑通的一下 有马声跳起来 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 后边袁绍他们过来就把断归这几个宦官 切着咔嚓像休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 一眨眼的工夫 对面 东桌的马也到 随着一阵马走 鸾铃之声过来的一个人 只见他回报着另起另见 袁绍一看 大喊了这么一声 来 来者和人 报令旗的这个人根本没搭理袁绍 他的这嗓门啊 比袁绍的嗓门还大 天子活在 大吼了这么一声 把这天子流便给吓得 特特特抖成一团 吓得是面无人色 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陈流王流邪这个胆子 比天子流便可大多了 他急忙往前一带马 用鞭子指一指来人 贺问了一声 来者何人 我乃西凉次时 董卓事业 哦 我来问你 你是前来保驾 还是前来结驾呢 这个 董卓是前来保驾 既是保驾 圣上天子在此 你还不下马 更待何时 哦 董卓急忙 翻身下马 跪扶到旁 陈董卓 接驾来陈 说这话的同时 他偷眼看了一看 陈流王 心里非常敬重 与此同时 他又瞟了一眼 天子流便 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 随后 董卓和袁绍他们 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 董卓到这儿了 他首先 先把合进手底下的人 全都收买过来 董卓的二十万人马 就驻扎在这京城的附近 人不卸甲 马不离安 整天在这街上 是横冲直窗 感情董卓呀 已存下了费力之心 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 流便给废了 另立新军 他跟他手下的谋事 李如这么一商量 李如是拍手称赞 主公 您既有这样的打算 应该已早不已迟 先下手为强 我当如何呢 您把文武百官 请到府中 引验为名 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 大势可征 要有不赞同的该当如何呢 哎 顺者生 逆者死啊 有不赞成的 您就将他推出斩首 嗯 言之有理 第二天 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 便请公卿 便请公卿 与温明园 饮宴 好多大臣 本想不来呀 但是 趋于董卓的威势 不敢不到 当来到温明园的时候 有些细心人 仔细这么一看 哎呀 看这个厅堂里边 高白酒宴 可是东西跨院 埋藏着好多假事 一个个公上衔 刀不出窍 这院子里边 是杀气腾腾 东卓 东卓拜这些公卿 请进来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东卓站起来 哦 列位大人请聊 大家一报权 大家一报权请聊 请聊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百文武大臣 都给站住了 大伙子们一听什么 废了皇帝 另立新军 你瞅瞅我 我看看你 又看看董卓 谁也没敢言 不知是谁 乍着胆子问了一句 啊 不知 董公 欲与立何人 离陈流王为君 这位大人 以下如何 这句话刚说完 在西边那 有一位大人 啪一下 拍案而起 岂有此理 东卓身无寸功 网谈费力 难道 而有寸位之心不成 啊 董卓不由自主的 伸手抓住宝剑的剑柄 他一看 哦 原来是荆州刺史 丁元丁剑阳 丁元老儿 你遇事老夫之剑 不立否 你想试试我的宝剑 不快吗 他的话没说完 咔嚓一下 丁元就把桌子揍了 嗯 气得董卓 大叫一声 与此同时 嗯 他猛的发现在丁元 身后站了一人 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 喜要扎背膀 双肩暴拢 面似浮粉 宝剑为邪入天仓 插额入宾 一双俊目 躁脱分明 鼻如玉柱 口子丹珠 大耳朝怀 头戴一顶 亮银棍 二龙豆宝 顶门欠珍珠 光滑四射 智绩为脑后飘洒 身穿粉灵色百花战袍 掐肩边走金线 屯华夺夺 腰炸宝蓝色 狮蛮大带 香珍珠欠一宝 粉灵色兜胆拱裤 足下登着一双 粉灵色飞云战靴 泪下配剑 站在那儿是威风凛凛 弃于轩囊 正在看着董卓呢 他虎视眈眈 是怒目而视 此人是谁呀 明天再讲